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宗娛樂新聞 就是關於TVB TVB今天在將軍澳電視成一廠 舉行2021年 藝員及電視製作人員訓練班面試 吸引過千名有意參與幕前工作的面試者 去職場面試 新上任副總經理曾志偉 和首席創意官黃祖南 還有兩位助理總經理曾麗珍和樂逸玲 以及擔任今屆藝員訓練班校長馬俊偉 亦有到場為多個面試者打氣 說TVB和ViuTV之間的電視大戰 將會持續延燒下去 不過曾志偉完全不介意 更加在台上透露 將會將今屆藝員訓練班 打造成一個真人Show 還說要像全民造星一樣 曾志偉透露將會在黃祖南的創意之下 將藝員訓練班的過程 公開拍成真人Show 可以讓觀眾看到學員 如何在短時間裏培訓成為一個演員 更加強調要像全民造星一樣 被問到會不會參照全民造星的拍攝模式做這個節目 黃祖南就在訪問裏面表示 這個階段是未決定的 就說是籌劃當中 而駱小姐也在旁邊表示 TVB對於造星已經是歷史悠久 就說自己一直都在做星 就說TVB造星已經做了55年 至於會不會跟全民造星害怕撞招 黃祖南坦然就說是不擔心的 就說大家會有些不同 就是TVB的訓練班是歷史悠久 主要都是集中在訓練過程中 以及本身TVB也是有一個獨特的文化 對呀!有陣七味嘛! 屌尼老尼 這個真姐也是強調 就說他們不是做Show 而是訓練一班人可以在行業長久發揮 對呀!OK! 他們就這樣說 我都說一下自己的事 照舊 那ViuTV我覺得是完全不需要擔心 什麼被人抄招 因為是無論所謂的 因為這個大台 即是他們無論拍什麼 他都有一陣塞味 即是你是解釋不到的 總之他就是有一陣塞味 即是我打過譬如 那時候謝天華有套東西 也是那些 你想不想拿槍射來射去的那些戲 很厲害的 玩攀石 那攀石OK的 但是人攀石他攀石 他們是要做一些古靈精怪 那些傻子 例如他那時候 玩什麼東西 單手碰住石 然後拿個電話出來聽的那些 屌尼老母你是想怎樣 大佬 對!我是知道 現實上 你是可以單手碰住石 然後拿個電話出來聽 但是不合理 你做出來 你為何無端端要加插這些 那些傻子 你是想怎樣 還有啊 那個什麼名字 那個關什麼傑 關禮傑 還是關政傑 我都不認識 總之那個關什麼傑 即是那個阿叔 在天台那裡 跳去旁邊那層樓 那些 是想怎樣 那些 那些劇情是做什麼 你講 如果你有TVB 粉絲在那裡 你解釋給我聽 屌尼老母那些 是有什麼意義 那些劇情 只是有一陣氣味 是湧出來的 那些劇情 這個台做完的事情 他就是有一陣氣味 所以ViuTV 是不用擔心的 真的可以定一點來 你有他們做星 做飽 我看死他們 這個節目 找藝員訓練班 都是變真人秀 這些都是七字閒頭的 不用理他 就是這樣 到時等看CAP圖 那些人CAP影片出來笑咬他們 就這樣 今天沒什麼特別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